我門口有照顧 有差點 不講話不講話 兩個人都很簡單 兩個人都很簡單 哇哦 我們都坐在這邊 我們都坐在那邊 我們都坐在那邊 我們在第一場的時間 他們六十分鐘 在現場觀眾看來已經是安耐不住了 開始的客區 那想不到吧 這方面何時博論教練 博論教練 你對七瓦大戰有多少了解 聽聽說這個 聽說這個球長的球迷很兇 比賽還沒開始 楊基的球員還沒站出來 而且七瓦大戰 雖然我們不是放球專長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 算是傳統對決裡面 很重要的一場賽事 所以能看到楊基跟紅旺 然後在這個氛圍球場 嗯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所以他介紹一下自己 剛才進來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真的是太多人了 雞瓦大戰好像是 可能是滿場吧 我剛剛在聯群當中 就不小心就被抽散 對 然後我覺得 這個現場氣氛真的非常的好 那這樣期待今天的雞瓦大戰 聽說你今天幾場 其實想知道 F1太多人的那個姿勢 沒有 我想說 因為這個 有不少楊基球迷 現場 在紅化組長 但楊基球迷看起來還蠻多 所以等一下 球迷之間 會發生什麼樣的突破 我覺得 我也蠻期待 因為我轉播裡面 其實都看不出來 我看不到球迷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現場 如果球迷真的 發生什麼東西 對 對 那今天的朗基劃大戰呢 是台灣時間 六月十七 美國時間六月十六號 也是負心節 那正好我們也有現場直播 所以我們今天也算是 蠻特殊的 看了一場我們在台內 有現場直播的比賽 然後我們冷在現場的一個比賽 是是是 算是有點連線的感覺 對對對 那 我們今天看這場比賽的隔天 就是NBA總統戰的第五場 一場比賽 那波斯頓 大波斯頓地區 他本身的職業運動就非常的瘋狂 有賽爾提克 然後有這個職棒的這個紅話 然後那個 冰球的中球 然後呢 美式足球 新的愛國者 對 這些本來就是一個 相當瘋狂的比賽 那現在不能講了啦 因為要唱國歌了 待會再講 好 那這是我們來到紅襪的氛圍球場 來看這個雞蛙大戰 那當然是智慧票價 那當然也很謝謝公司啦 就是說 讓我們有機會呢 這個出來深造 這個出來深造跟朱大哥是不太一樣的 但也希望大家 就是未來就是 怎麼樣 就是這種心靈洗滌之後呢 未來的就是工作 可能有更多想法 更有衝勁 會嗎 會 有嗎 超級 哈佛 怎麼會特地來這一趟 出發之前呢 我在準備博士的資格考 那其實考的並不是很理想 那心裡想說 因為考試的題目是原文的 可能拜這文昌君 沒有什麼太好的一個效果 那就想說 來拜這位哈佛博士 哈佛先生 天要滅我啊 竟然圍起來 不是聽說摸他的這個 左邊的腳趾頭 是可以讓我開竅的嗎 然後想說竟然考的是原文 就來摸一下哈佛先生的腳 但今天看起來圍在這個地方 我感覺起來 心裡有點慌啊 所以原本要死馬當活馬醫 但現在是沒有辦法了 不如你這樣子啦 還有那個Plan B 你大口的呼吸下這裡的空氣 是 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變聰明 你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感覺起來 有點聰明的感覺 有點牛死了耶 是是是 好加油加油 好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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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寫老闆啊 那個上下的電腦 呵呵呵呵 也不跟別人玩 好加油 我非常的好 也是